哈嘍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哦 接下来德权师傅也要来分享健康好料理 刚讲这个季节 这个Paul妈妈很爱莲藕 莲藕 江湖传说养颜美容 知音补养 其实像我们莲藕在选择的时候 像这种比较短的 它就是比较松 它是比较老的 它的淀粉已经开始就是吞积沉淀了 所以这个就比较松 这边的话就会比较脆 那我买回来的话就是像这样子 土就不要把它洗掉 报纸包起来 睡觉带装好 摆冷藏 起码可以摆一个礼拜 那比较脆的常常是做小菜 凉拌炒 那炖煮的话 这个是炖煮就下面吗 就稍微短一点的 它就是比较松软 OK 口感就会有差 对 松软 然后栗子的话 这个选择比较要注意 还有一个就是栗子 栗子来 各位现在看到这个栗子是小颗的 对不对 对 可是我们刚刚看到有栗子很大颗的 差别在那里 适合拿来当糖草栗子吃 大颗的适合做菜 因为大颗的是比较松的 做菜适合 这个呢是比较甜的 适合吃 所以有时候大颗的 你说拿来糖草栗子不行 要用这种小颗的 好 那今天这个师傅要做的是莲藕 对 这边我要注意的是 莲藕我们签好之后 很多人说怕黑掉 对 像这个莲藕的话 淡盐水 盐水 水你就一点点盐 然后稍微鹹味就好了 为什么要泡盐水呢 因为我们就要做这个藕夹 我们是要把它切开的 如果你没有泡盐水 你就一变就断掉了 所以它泡过盐水的话 它就比较不容易断裂 然后也不容易黑 你这功夫菜 藕夹 没有这个其实很简单 讲是讲功夫其实很简单 超简单 好好好 好啦 你在乎 做这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真的 来 我们角肉 来 角肉是内馅 对 姜末 好 姜末 葱花 这边调味料都可以一起放 因为这个只要做馅料 然后少许的盐 好 姜末 调味料 少许的盐 糖 糖 好 然后太白粉也下来 好 这个是基础的肉馅 就很简单的一个肉馅 香油也留下来 好 我们就把它抓一抓 重点就是在 蚝夹的部分 好 这种基础的肉馅 有些时候 比如说 有些人用那个 油豆腐啊 豆腐香肉啊 这个也是基础馅料 就是这样 这个其实就是 你在香什么都可以啊 好 把它抓到有粘性 基本上就可以了 然后就是我们刚才 我们这个切好的 有开的 你只要拿进来 这样子把它塞进去 好 这边的话 你就不需要再放太白粉 基本上放太白粉 其实用途也不大 像这样子把它 好 来来来 我给那个 我拿个盘子哦 给镜头拍一下 其实你把它 香成三角 有点三角的 那个锥的形状 对 你看一看 你看一看 这个一定要泡盐水哦 你没泡盐水 你不可能这样香 它的粘性是哪来的 什么粘性 肉的粘性 就是 就是你刚刚抓来的 就这样子 对啊 就这样子而已啊 它其实你说 弄点太白粉 有没有效 其实没什么效 因为你煮完之后 对啦 它通常 你这个太白粉在里面 一煮一煮 太白粉就跑掉 只要能够夹得住 比较重要 我们就这样子把它 这个很快 我现在有觉得 没有很难的 超简单的啊 最难的部分在 不要让它断掉 所以你只要泡 这个 而且不变色 我这个泡了四个小时了 好那这样就会比较漂亮 对 这样子的话你在做的时候 你就比较好做 也不容易断掉 好我们今天因为有莲藕 做莲藕啦 其实类似的做法 就刚刚讲的 比方说油豆腐中间的香肉 也可以这样子香 然后这样子把它弄好 我这边有做了一些 你做就很快 所以说这个很简单 好啦 好 然后我们就把它摆放上来 好摆放上来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 现在长成这样 上菜的时候就觉得是厉害的 对 有干涂 你就觉得说 这个师傅好用心 然后我们就把它 依序排上去 它那个洞洞刚好 也可以有点弹性 让它这个味道融合 对 它会非常有味道 肉的味道也出来 然后你这个莲藕 也会吸到那个味道 好 可以做成锅物 你也可以做成烧 你甚至于可以炸 都行 炸要让它比较稳定定型 你就是沾个粉就好了 沾个泰白粉 然后你去炸 就很好炸了 放入我们其他的一些料 好 配料 这一锅就是要让它饱足的 就是什么都要有 好 而且就是 也很适合养生 也很适合减肥 就是它事实上营养够 可是它热量也没有那么标高 然后放一些 绿色的蔬菜 再摆上一些 甜椒 甜椒 满满一锅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 加水 好 所以事实上 待会盖上锅盖 它是一个类似水蒸组的概念 对 然后调味的部分呢 我们也很简单 嗯 我们就加一点点的味噌就可以了 味噌 跟味磷 味磷 酒 好 日本三宝三杯 就这么简单 这样子把它 因为味噌有的时候 观众朋友买的咸度 风味会有点差异 所以大家自己微调 而且这边 不适合用那种颜色太深的味噌 把颜色给抢掉了 好 然后我们加一些味磷 好 味噌 味磷 然后一点点日式的这种清酒 把它打匀了之后 调好了之后 我们就把它淋上去 盖上锅盖 让它煮它个五分钟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这一个莲藕 市场还在炖煮的同时 我顺便也请教德权师傅 德权师傅 你刚刚是用这一个莲藕料理 那秋天白色的食材还有山药 这种今天现场的这个是日式山药 日本山药 然后有的时候还会用到碧芹 或者是百合 那这一类的食材 通常你要怎么保存 这个的话你就是 通常你买来它都会有这个墓穴 而且它本能长这样 长这样子 我们碰挑的时候 很多都清洗了 剥开了 你要保存的话你就不能剥 你就像这样子 然后一样拿个纸包着 这个你就把它 厨房纸巾那样包 对 这样包起来 然后外面再套个塑胶袋 这个目的是让它水分不要留着 不是 也不要有水分 有水分 多余的水分把它吸掉 多余的水分会导致它烂掉 变质 会烂掉 哦 它很容易烂的 它是 好 我懂了 跟水蜜桃一样 差不多那个意思 然后你把它包起来 因为你苏蜜袋包起来的时候 你会发现会有蒸汽会有水 你这样包起来的话 它就不会让它烂掉 所以外面再一层塑胶袋 但是还是回到冷藏 一定冷藏 或者冷藏 好像这个的话就是 你要吃的时候 再来剥 再把它解开 再来剥 然后再来削 好 通常它放了之后 它边边会开始 那个干掉 变老是不是 变滑 会变色 你就要把它 剥开 或者 对 你要把它剥开之后 再把它 你看 来来 我们看一下 对对对 你看这个 就是说它会老化 老化就像这样子 这个呢 如果一般在餐厅的话 这个大家不能用了 来来来我们给镜头看一下 可是 你看它这里 事实上就是变黑老化 可是我们一般的话 比较省 要够的 你这边用刀子把它削掉 好 它只是表皮削掉 还是可以用 它是剥开来就这样用 好 那我再问一件事 这个 这个是碧芹 这个的壳 也是不好处理的 对 它也是 但是这样 保存怎么保存 这个就直接这样放就可以了 等等 因为它有壳 不用冰箱 要冰 要冰 但是冷藏就好了 但是这个壳就不要削掉 像这样削掉的话 就剩下肉了 就要立刻做 泡水 如果你要放很久的话 就要冷冻 泡水 你要放很久的话 就冷冻 如果不是放很久的话 你就直接放冷藏就好了 好 所以你买来 你这样子就好了 那如果你要用的话 你再去壳 因为这个用量 也不会很大 有些时候像 獅子头 加一点 也不会用到很大量 对 所以这个东西 就是这样保存 好 那白色的食材 这几个是刚好 秋天这个季节取得得到的 好 同时今天德权师傅也烧好了 来 这锅我们这样就差不多了 五分钟 你大概只要滚个五分钟 这个就已经都熟了 好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把那个汤汁吸下去之后 就是真的是非常的味美 而且最主要是说 我觉得说像这种纤维素的东西 是现在台湾人最缺少的东西 台湾人吃来吃去 肉吃得很凶 那菜也跟酥 纤维素都吃得很少 导致一堆人便秘 那这样子便秘 其实也对健康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谈到就是说 这些淀粉类的东西 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分享 像我有一个病人 他是第一期的人